大家好 在夏季一样 莫兰的时候呢 莫兰特别容易支撑一些病害 那么在支撑病害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给他用上一些杀菌药 其实我们除了用杀菌药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杀菌药里面加上一样东西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你的这个莫兰的话 它这个病程呢 可以 缩短 然后增强它的一个抵抗力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在这个药里面到底加什么比较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农药的药液里面呢 给它加上一点 磷双二千甲 磷双二千甲的话呢 它其实含有非常丰富的磷甲肥 磷甲肥我们都知道它是可以增强植物的一个抗性 增强它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而且呢 它还可以为植物补充营养 适量的补充营养的话呢 可以增强你的这个兰花的体质 可以有助于它对抗这些病菌 而且呢 还可以吸收养分 让它能够尽快的恢复 那么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农药啊 和肥料的酸碱度呢 一定要合适 要不然一酸一碱的话呢 可能会产生相克的作用 我们将这个农药把它稀释好之后呢 再将这个磷双金甲与清水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稀释之后 然后溶解在这个农药里面 拿来喷洒你的这个墨栏就可以了 喷洒的时候呢 最好就选择在半碗比较凉爽的时候来喷洒 然后整株植株的叶片正面背面盆土表面全部都要喷洒到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墨栏病株的话呢 恢复的会更快 所以呢 今天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墨栏病株 我们给它喷洒药物的时候的一个小技巧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